各位美派老师,老师以及其他的同学们,大家早上来。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没有牙齿的大老虎。 生命里有只大老虎,老虎的牙齿又尖又分离, 动物们都很害怕它,只有狐狸说,我不怕它,我还能把老虎的牙齿全扒掉呢。 大伙儿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谁也都不相信,都说狐狸在吹牛。 大老虎里真的去找大老虎了,这时,这时,它带来了一大包礼物, 里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牙齿,租金得到吗? 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最好吃的东西,哦,最最好吃的东西,换拿出来看看。 大老虎没见过它,它吃了一粒奶油糖,啊,真好吃的。 大老虎吃了一粒一粒,不一会儿,一大包,一大包全给吃完了。 我站在旁边的谷里说, 大老虎以后,天天送糖给你吃,天天有糖吃,那太好了。